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日报道 美国众议院前议长南希佩洛西说 他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应该辞职 他批评在本轮巴尼冲突中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导致太多平民死亡 还称内坦尼亚胡多年来一直是通过两国方案 解决巴尼问题并实现和平的障碍 报道称佩洛西在访问爱尔兰期间 接受爱尔兰广播电视总台采访时 发表了这些言论 随着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持续 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民主党政客 对内坦尼亚胡政府的批评越来越严厉 在采访中提到以色列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局长 阿哈罗·哈利瓦辞职的消息时 佩洛西说内坦尼亚胡也应该辞职 我们承认以色列拥有自卫权 他说我们反对的是内坦尼亚胡的政策和坐缓 糟糕透了 还有什么比他的回应方式更糟糕的呢 他的情报负责人辞职了 他也应该辞职 他要承担最终责任 美国一直支持以色列 因为将以色列视为我们的朋友 符合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 佩洛西补充说 多年来推动巴尼和平一直存在障碍 而他称自己不知道内坦尼亚胡是害怕和平 无力实现和平还是直接不想要和平 报道提到 佩洛西最近还参与联明致信美国总统拜登 呼吁美国停止下以色列运送武器 而佩洛西并不是唯一呼吁 以色列更换政府的知名美国民主党政客 上个月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声称 内坦尼亚胡迷失了方向 并呼吁以色列举行议会选举 组建新政府 美媒报道称 与大多数美国民主党政客一样 在以色列去年10月7日遭到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袭击后 佩洛西表达了对以色列的强烈支持 但是有关加沙平民死亡和绝望状况的 报道和画面开始出现 以及内坦尼亚胡不愿减少军事行动的态度 导致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不断加剧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 拜登应该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中